- 中華電信 好的 各位觀眾歡迎回到今天的第二場比賽 我是主播JR 我是Amin Loader 那在比賽開始之前呢 還是要跟各位提到 就是本賽是由中國信託銀行 中華電信以及中華航空贊助播出 中華電信HighNet光式代智慧生活方案 讓你在家防疫不無聊 更有Hami Video可以看 然後現在的話 新申請申訴100Mbps以上 8月31號前 最高送Hami Point 700點 或者是超商的商品卡 然後網路申辦再送600點 還有Hami Video電視 戲劇館兩個月的零元優惠 大家如果心痛的話 趕快就去申辦一下了 好的 那在第二場比賽 將迎來的將會是由PSG要來出戰 是Alpha eSport 那我們又有這個新人要來開箱 昨天就開箱過了 再開一次 那我覺得因為PSG對大家來說 都太熟悉了 這個NSI的精彩表現 讓所有人對這個PCS 又有信心好不好 重燃希望 而且我覺得PSG真的 以目前的強度 真的很難說有PCS隊伍 有辦法能夠在一個BO5的系列 再扳倒他們 對 那昨天BYG 也是直接被這個PSG 甚至狠狠地教訓了一次 對 那關鍵還是Alpha 這個Alpha呢 他又經過了一支人員的 算是小重組 這支小重組 竟然不是大的 但昨天的表現 我覺得打的真的是有一點差 真的很差 光對線就都打不太贏了 而且再來是CALL的層面上 也出現了一些比較奇怪的選擇 那我們先來看一下他們的先發 選手陣列吧 上路3Z 打以K寶 中路小土 然後下路的小安 以及輔助的勝 那他們的中路呢 是一位新加坡人 那我有上網查一下 並沒有太多的一個資料 而且昨天看他對那個月黑 跟證一下 中路是來自LPL那邊的 不過呢 昨天看他在面對上這個月黑的時候呢 好像效果也不是打得特別好 我覺得那個沒辦法 他的角色被玩康 所以今天要看一下 可不可以不要去做一些 有可能被限制住的BP 勒布朗打泡麵頭真的是有點絕望 但昨天是那個 我覺得跟他搶不搶沒什麼關係 是那個泡麵頭太猛了 所以今天可以再觀察一下 這位選手的發揮 那輔助的這位勝選手 其實我蠻熟的 跟你有一些淵源 他是我學生 而且我昨天看比賽的時候 我還不知道你知道嗎 我忘記了 其實我早就知道他在Alpha 只是我中間有點太久沒播了 然後我忘記了 你也想說 怎麼是他 然後我昨天開來複盤複益 非常奇怪 這個人怎麼感覺那麼熟啊 然後說 原來是我的學生 那這裡可以跟大家介紹一下 他是這個萬能的輔助 就是校隊的輔助 那其實他一直在 韓服的排位上 都常駐在大師中心 就是他排位非常非常高 那這也是他第一次就是 踏職業 他之前好像也沒打過自己聯賽 就是他打職業 就直接打職業了 那昨天可以看到 幾波蠻像他的操作 例如就是他會去做一些比較 尾猴的這種殺人 就是他覺得一換一可能很賺 在SoloCube可能很賺 可能在比賽的情況下 就會稍微有點虧了 我記得他在塔下 他硬換了對方的輔助 結果被AD收頭 這樣其實就是比較虧的 那他本身可能在操作層面 我是覺得沒什麼問題 但在跟隊友的配合方面 還有Code的能力上 就是比較菜一點 那沒辦法 畢竟是跳起打過來 這種東西都還要再磨合一下 是沒錯 那我就看他在這段時間 可能我們這個喇叭教練 教的怎麼樣 調教一下 而且剛剛 我相信一定教的比我好 哈哈哈哈 剛剛在後台有稍微聽一下 就是喇叭教練覺得 這位選手是很有潛力 他覺得他很有潛力 我覺得他還未能一直那麼高 都很有潛力 只是可能在打比賽的時候 想法跟你平常打SoloCube 做的時候還是差很多了 哇 突然發現這樣子 在你的 你現在在PCS的這個關係圈 越來越廣了 你看有這個自有HANA 現在連學生都來了 一代一代的傳下去 今天他是自有 今天他是好朋友 昨天的話 我不認識 有點失聯 失聯了 不太熟 那我們來看一下PSG 他們的先發射 陣列上的HANA比 打野Rever 總的MAPLE 下毒UNIFI 以及輔助的凱溫 基本上就是 UNIFI回歸到了先發的一個陣列 那昨天打出的比賽 也是依舊的載智 其實這一季的話 就還是有一個疑問 究竟有沒有隊伍 我們先不要求BO5 能不能夠在BO1 可以把他擊敗 欸 我覺得現在看起來 連BO1都很難 我覺得會有欸 屁如 你舉個對 台北 我們想的是一樣的 我覺得台北第三隊 狀況好是有機會贏的 看一下剛上一場那個 如果沒看到回去複盤一下 我就看一下 不要說我們台北戰隊 只會那邊爛隊好不好 我覺得就沒有 就是狀態好的話 基本上你今天狀態好 你可以打出你100分的表現 對方也有可能剛好 狀態差打出60分的表現 相對的 所以不要說就是 不要只看這個隊伍ID說話 我覺得這樣不太準 說不定等一下Alpha有沒有 有沒有 直接 大翻轉海嘯盤 撐過30分鐘 你敢信 我是不信 對 所以我覺得 每場比賽都會有變數 因為選手不是機器 他一定會失誤的嘛 搞不好今天突然拉肚子 對你今天失誤一波 可能就沒了 你可能就是 欸那個巴龍901D 你就中到剩1D 對方中走 哇結束了 這個情況也是有的嘛 所以我覺得 任何的比賽都是有可能 出現這個意外的 看我們NSI的PGG 沒錯 直接劍指了這個6強 那個Unicorn of Love都變小馬了 對這個就是 這個Undergold的 Underdog這個好看的地方嘛 所以我覺得這個 換在PCS聯賽 如果今天真的有一隊 把PSG給翻了 哇那一定是很好看的 對 而且我們的Alpha 又是繼承了A的意志 看一下在這場比賽 有沒有機會 可以對PSG造成一些威脅 看一下這個旋角 我是覺得3D 昨天打線打得有點差啦 但他的會戰觀念是真的很低 就是他的會戰開團 那些都沒問題 但還是要在對線上 能夠拿到一些比較好的優勢 會好一點 不過3D的打線問題 我記得好像從去年就 應該說從春季賽的時候就這樣 畢竟他中間有休息一段時間啦 所以可能有點 那個空窗期好像差蠻多的 就強度上的問題 你今天如果 你原本是一位職業球員 但你有一年沒打球 你回去的話 你一定是 可以把你試做重新開始 就是你就從頭來過 哇 造姓卡馬嗎 那我是要說那一句了 讓我們恭喜 我沒理由不拿卡馬欸 我先拿瑟雷西 先把凱雲的成名角給拿下來 凱雲又拿到瑟雷西了 我覺得現在對PSG有個比較大的問題 就是別隊對到PSG有個問題 就ban不完你知道嗎 你瑟雷西不能放 你大東又不能放 你到底能放什麼 你如果這些都按掉了 man角ban掉了 你就放出一堆OP角 像這隻造星就是 造星在11.13版本 絕對是一隻很OP的角色 除非這裡Alpha把威爾哥擺到線上去 然後拿了一隻這個巨棒朗德 哎唷 那前面的話就可以跟造星抗衡了 看能不能開槌 在最近的話其實也蠻熱門的 如果等一下PSG他三選 選一隻卡馬嘛 然後四選的時候拿一隻大AD的話 這個陣容真的不知道怎麼數 不過在小安這裡是克利斯達 好久沒看到了 小安的克利斯達 老式逆襲的英雄 蹦蹦跳跳 陸¬也可能差不多意思 差不多意思 不過可能在對線上面的話 沒有卡瑪來的那麼"... 卡瑪比較能夠推 而且 他會變得比較以團隊為主 卡瑪就是 偏單殼 你是打單殼的進攻 沒事我之前看飛克也很常玩 這個陸¬也是有抽位空間 因爲我覺得Hanabi也是會玩的 所以現在Alpha就是得去Band大AD 因為現在很明顯 金克斯勢必是得考慮按掉的 Hanabi玩鹿鹿好像要到去年世界賽的時候 但至少會玩嘛 代表說他是有這個角色旨在的 那你就在BP的環節上就得把他納入考量 然後接著的話 關這次是自己BAN掉 唉唷 這裡的話把關BAN掉的話 代表自己不想搶 他這樣以PS就這樣陣容啦 就是四選拿一隻持續性輸出高的ADR 金克斯被按掉 那可能就讓Hanabi 如果Hanabi不是玩鹿鹿的話 他應該可能就是玩坦克了 什麼賽恩啊這種角色 或熊你就直接選出來 反正要的就是一個穩定的開戰 跟一個坦克在前面扛出傷害就好 這版好像看坦克的出場率是比較低一點 欸比較低 因為主要是有關啦 然後可能你坦克本身比較笨重 前面推線又推不一定像是李欣這些 第一個能夠錯位 然後對線 然後跟這個團戰隊後排的壓力 都很大的英雄 最後是BAN了一個艾希 因為克里斯達他打誰在線上都有優勢 但他比較怕艾希一點 因為艾希會讓他直接腿斷掉 就是跳不太起來 那這樣克里斯達失去了這個優勢的話 就很容易被對方貼臉 最後是希格斯嗎 哇炸彈魔 我剛剛還在想會不會是什麼扣格魔之類 結果是希格斯 欸這個OK耶 希格斯配瑟雷希就是一個字穩 穩 你不知道怎麼死 強制五五開 而且UNIFY他其實也會玩這種法師型的下路 像我記得在19年的LMS的時候 那時候什麼維加嘛 蓋倫貓嘛 UNIFY都有玩過 左邊是一個前級陣 而且超級AD的啦 右邊可以來一隻蒙多 我覺得可以來一隻蒙多 蒙多跟熊都可以 River我記得在今年春季賽 好像就有玩過蒙多的 我說上路 上路 哈拿比讓 那時候拿一個 納爾 那納爾可能前面就會被推一點 我覺得這把蒙多蠻適合的 蒙多打鱷魚 真的很好打 而且我看在最近不論是LPL還是LCK 他們那個蒙多的出場率都漸漸挺高 那可能哈拿比還是選擇這個 比較熟悉的英雄啦 這個在世界的舞台上證明過的英雄 那兒子 但這樣上路前面可能就會比較 就優勢可能沒那麼大 而且這把威爾哥是可以往上去看的 而且我覺得我把這把的陣容選得還不錯 就它是有一套體系的 第一個是對線強 然後資源面上的話又有加利歐 所以呢我投PSG 哈哈哈哈 不是你要講一大堆然後PSG PSG這個陣容有點猛耶 就是就是Alba前面15分鐘 每一個5000就不會贏 那我覺得PSG前面不可能輸5000 那我跟風一下 你跟風那也是OK啦 我們上一場都學到教訓了對不對 沒有是我學到教訓 是你學到的 那這一把的話就看Alba 如果要贏的話前面的截質就打得非常非常滿 而且如果以前面推線的話 下路應該可以稍微推一點啦 然後上路如果配GAM 或者陪加里歐去跑線的話 也蠻有機會的 只是就是這個陣容的風險比較大 因為他是個沒有後期的陣容 他後期的傷害基本上是零 因為雖然他有個威爾哥 但威爾哥的話就是你前面的隊友打傷要構築 讓他去收頭然後拿靈魂 但他的隊友到後面也沒傷害 你知道嗎 就克里斯達鱷魚 加里歐後面也是沒傷害的 所以這個威爾哥會變得有點尷尬 他傷害要靠自己打 結果好死不死對方一個陸陸 你要秒誰的時候我就給他一個盾 你永遠收不到第一顆頭的話 威爾哥這支效果的優勢就沒了 所以這場比賽如果Alpha拖到25分鐘 經濟還是平的話 送他三個字 降了吧 15分鐘是平就輸了 15分鐘就不行了嗎 你15分鐘都不能平 你15分鐘一定要贏的非常非常多 不過我們在一開始也有提到嘛 就是搞不好Alpha這場比賽 可以對上PSG 撐過30分鐘 那我至少前面先不崩嘛 不是啊 那你這樣的立足點就是 我沒有要贏到我要撐過30分鐘 我們拖一下 你的立足點好像勝利的取向不一樣 怪怪的 是打信心的 好的 我們來到今天的第二場比賽 由Alpha要來出戰的是PSG 我覺得PSG蠻厲害的點就是 他在昨天拿出的陣容 我覺得就是一個比較 他們之前會玩的 就是自己熟悉的 今天就拿出了一個比較 版本的陣容 而且是可以打出自己的體系的 這點也是我一直覺得 PSG為什麼會在PZS 有點無人能集的感覺 因為你基本上你ban不完他的套路 這是一個強隊一定需要的一個特點 當你今天一個隊伍 被ban個一兩隻 就分封離析的時候 其實就 你不能把他歸類成一個強隊 不一定啊 我也認識一些 強隊他們ban三隻就沒的 其他人跳得出來啊 哦哦哦 是這樣嗎 是這樣嗎 對對對 這一等好像想要打點套路嗎 這裡先掃個眼啦 那就 這個感覺比較是在抓習慣耶 就是對方有的人會在 一出門的時候在二草插眼嘛 然後 這裡如果掃到那根眼的話 你的中上線就舒服了 只是這裡比較偏做 嘗試找事做 因為你前面也不可能入野 然後前面以PSG的陣容就是穩定發育 中推然後下推 就是被動接線就好了 那就等這個造星開始做事 跟著露露一起跑的時候 才是PSG做事的時候 這威爾哥是 他們要踩一等哦 這麼兇的嗎 可以耶 他們這一等一定贏耶 角色一定贏哦 先不看ID 角色一定贏 這是PSG始料未及嗎 來了嗎 兩邊的碰撞 角色一定贏 但ID怎麼樣 不好說 重擊哦 這個重擊 重輸就直接晚安哦 好刺激哦 好刺激哦 比重擊的時刻 但先勾 來看一下藍buff的血量500滴 誰的 重擊就是K寶拿到 不過首殺是由UNIFY收下另外一邊的話 也換到人頭 Alpha這一波大出了一波一等進攻 Alpha這波好賺哦 第一個是送到這個籃了 然後 威爾哥拿到頭了 哇 天狐 開局 對 這個那個地圖是死的 非常非常的有價值 我把這邊在 我覺得在 這個怪怪的 不變怎樣 但我只能說 這個輔助 不愧是你學生 死的非常有價值 跟他沒關係啊 跟他沒關係是不是 那是威爾哥重擊壓贏啊 哎呀 今天如果是威爾哥重擊壓輸這把結束啦 直接玩啊 但還有他有壓贏啊 我那個很拚耶 那個就是 那個 他怎麼一轉回來 單人線都長這樣 突然 血量都爆炸 那是合理嗎 感覺 感覺不太會這樣耶 他們是純對線打野都沒到哦 然後就 頭自己被撿到破掉耶 哦 這可能K寶也覺得很奇怪 兄弟們我拿到頭了 結果 自己線上的兄弟們都 哎我快不行了 自己線上的跟死的沒兩樣 完全被壓制 這個就是 有點可惜啊 這是基本功 就是純對線 雖然 手短打手長本來就比較難打 但 不至於就是一等的時候 頭就直接裂開 就是你可以去拉線啊 或者是說放兵線 讓線進來保自己的血量嘛 但 這裡感覺這方面Alpha的中上路線 是沒有做得很好啦 導致他們前面 是有點慘的 這樣會導致這個造型可以雙和蟹 這樣子他被那個藍被偷掉的話 其實就相對來說沒有很虧了 是不是懶了呢 哇 不愧是熟悉的小安最對位嗎 直接炸回來 小安現在100點血量 還在蹦蹦跳跳 插一下 但最後的話還是被換掉 並沒有辦法將凱文給收死 哇 UNIFY跟凱文真的是老搭檔耶 他們的CC券接的 完美無瑕 一個閃勾之後 喬個位置 UNIFY再把小安往前炸一點 然後CC都打滿 緩速也打滿 才成功拿到這顆頭 不然其實這顆頭 在沒有點燃的情況下 是沒有那麼好擊殺的 哇 這個回程 是本人沒錯 是本人啊 肯定是本人啊 你知道昨天我看他們的這個VOD 一隊有三個人會懶耶 那很可怕耶 傳染 傳染 五個有三個會懶得 佔了六成啊 所以疫情比較嚴重 對啊 會傳染的 很恐怖的 如果你今天上課嘛 你們班有四十個人 然後有二十四個人 不願意去 抬這個餐桶 你受得了嗎 我肯定受不了啊 我肯定跟著 坐在那邊等 等人在抬 太多人了 太多人都會懶啊 這是會傳染的 你知道嗎 哎呀這個不合許 這兩顆頭回去直接補一個 第一趟補失落之章 Alpha的下路線就是宣告直接 沒了 就沒了 你被希格斯太早拿到失落之章 這個下路線是無腦洗線到一個極致 而且他是二零開 對 那PSG就只要專心的去打中野就好了 因為前面中路 這個CS已經贏了快 快一C了 哎呦這個勾 勾到又出事了 而且小燕是沒閃的 這個沒有這勾到必死啊 因為是代造性來的 這個可以這樣走出來嗎 還是出去他們在勾引 他們想要打這一波的節奏 黑寶就蹲在後面 先斷了River的回程 這波的三打三 那有一個TP準備要亮下來 這次來自Alpha的一波配合 被小燕拿下人頭 哇真的是會傳染耶 換River懶 哇還會傳給別班的是不是 太可怕了吧 連別班的都中啦 不得了啊 凱文這邊他才三等 他的燈籠才一級 所以應該剛剛還在CD 那River這邊 他如果第一次看到納蒂 往前面踩的話 他要嘛就是轉頭 直接去戳A-N 或者是勝 但他是選擇站到後面 他想要拖 結果那個大帝踩進來 不得不打了 結果一打就出事了 結果順勢的話 被KBO拿到了助攻之後 連人頭也 應該說連龍也一併拿下 中路受不了了 你前面一直poke我是不是 直接打一套 打到半血 其實換很多 這波換血換得很好 抓到了一波 Maple他走位失誤的機會 直接把對方的血量打殘了 如果說這場比賽 但我不得不說 這個中路真的贏得太多了 Maple現在其實還領先一個TP 所以這波就算 Maple被換了 這波血也很差 他現在對位是CS 快贏20隻 然後還贏一個TP 這個超級誇張 我現在前面的懶 要靠自己的操作來彌補回來 情人捕捉嗎 沒錯 就是這波 勾到KWIN 然後給到一個射罪穿式 塞好 勾直接爆炸 如果能不能夠拔出 痛苦撕扯呢 反身一勾死亡宣告 飛到勒森的身上 然後給到一個燈籠護盾 也是加上這次是由Maple的感到 直接將對方的輔助給擊殺 然後再一個救急電話 把小安給擊飛起來 看到老對手就是一陣的招呼 就小安 直接被Maple拿了一個WQ 這應該要交閃了吧 展現過去 但是球果的話是原地起跳 位置不好啊 K寶 沒有拿到人頭 不過小土把人頭給收下了 我覺得River剛 應該是有機會往右閃的啦 但下路這波 我把的下路現在已經蹲的 我覺得蹲得非常非常的好 而且第一波爆發就直接把凱文打殘 但很可惜的是 UNIFY的那個技術性引爆 哇 太猛 太技術 他直接把小安炸離輸出的距離 所以凱文在沒有閃現的情況下 才活了下來 後面亮一個TP 直接反拿兩顆頭 如果小安剛在那一波技術性引爆 用閃現躲掉的話 凱文是必倒的 他是化防守為進攻 這把其實蠻好看的 各種操作 Alpha想要上演的是什麼 逆襲 看有沒有點機會 難道又是A的意志 沒錯 那看一下在目前為止 這帶著劣勢者的一個小兔 有沒有可以將自己的一個機會給展現出來 剛剛的話是有抓下一顆打野的人頭 可是這個露露有點誇張 我跟這個造型再不肥都沒關係 反正後面等一下有個很猛的露露 他就會變得很猛 這家裡有就說沒事啊 我的打野很猛 這樣比賽的K寶還舒服 而且對面的打野是031 但下路贏的太少了啦 你這個克里斯塔的線沒有贏 上路也沒有贏 等一下就會出現一個 像剛剛提到的問題 就是Alpha他的優勢滾得不夠大 他中後騎團就接不了了 你說他會變成一人球隊 對 然後御視者的話是已經出了 直接轉線拿御視者了 我覺得這波的策劃還不錯 第一個是時間抓的蠻緊的 然後 不能讓西格斯的陣容拿到御視者 因為那個手塔非常容易就掉了 所以他們是轉得非常非常快 你必須要打嗎 現在打起來Alpha還是比較強喔 那小安是沒大 陡西格斯有大 他們想大耶 射速其實還挺快的 但快要進斬下線的同時 先把他拉出來 造星是直接一馬當線底上去 一個狗狗勾到了加里歐 然後往前的話一個嘲諷 直接命中應該是狗到的納迪魯斯 但在側面的一個River已經先要炫給擊殺 但接著他造星收了一個Double Cue 這波變成是 要變大了 Alpha必須要逃亡的局面 Hanabi直接變大 閃現過去的狂笑猛擊 又是小安 就是由Maple再拿一顆小安的人頭 Sandy想要當死前軍了 但直接被造星一場同死 我只能說這一波Alpha的溝通有問題 不要執著那個御視者 對方衝進來了就打人 那個御視者可以屌 但突然要打贏 因為 對方進來的時候 River進來的時候 御視者還有3000吧 其實這時候就全部轉頭打右邊的人就好了 不要再打御視者 剛剛至少有兩個人在打御視者 所以傷害是出現斷檔的 你看這邊 是誰還在打御視者啊 小安還在打 然後K寶跟Sandy都去打御視者 所以右邊是什麼 二打四啊 不要看這邊佔了十個人 但其實Alpha是少打多的這波團 然後右邊兩個去扛著死了之後 左邊三個也別想跑啦 所以這波Alpha是在 判斷跟溝通上出現的問題 人來一定要打人 除非你可以在人來的瞬間 直接把御視者嗑了 那再轉頭打人 剛剛還有3000就不能留戀那個御視者 一定是打團為主 哇然後River這波直接滿血復活 沒有這把 這把喔 差不多咧 說實在的 那我只能說Alpha打了8分鐘的好球 大概5分 沒有啦大概2分鐘啦 喔2分 那個藍buff 有一個小凸起 就那個藍buff啦 不是我說的是那個 他們吃到藍buff那一波 一開始 然後拿了1比1嘛 那一波完美 沒到不行 但這裡突然洗風啊 我覺得這個有一點 下路線有點沒辦法 那個真的是 完全是被凱雲跟UNIFY 秀到飛騎 然後陸陸TP下來之後 這個下路的天秤已經完全傾斜了 然後上路遇著這波 連原本已經炸開的造性 一個三顆頭 那這一場就非常非常難打了 那Alpha就是 就算沒辦法 我們也要當有辦法來打 這條龍是鐵錠有辦法打的 這個喔 這個如果PSG要接也是OK 這個感覺可以接 那他們少個TP啦 裝備贏那麼多應該沒差啦 兵器是3000塊 好多喔 這個造性現在很猛 他是已經把神話裝出來了 然後後面還有一個陸陸 代表說這個造性想怎麼進就怎麼進 我不說還以為是萌多 嘗試一勾沒中 但接著就是屬於凱雲的時間 但是一個神奇寶貝 球命運呼喚了小安 成為先行倒下的對象 又是Maple Maple怎麼每一次拿到的人頭 都是小安的呢 這裡拉了一個燈籠 但是是對方的燈籠 而且接著是River過來 哇小土這裡 開大跑 高歌離席 接著要看凱雲的勾了 就像剛剛講的 River想怎麼玩就怎麼玩 因為他進去絕對不會死 他這波甚至連大都不用開就贏了 他是新找勾力士衛 好猛喔 然後龍反控了嘛 那又斷了Alpha的這個龍的節奏 而且你知道就我覺得猛的點是 就UNIFY平常你看他玩射手就已經很秀了 但是他是連玩法師都是玩的跟射手一樣秀 其實UNIFY那時候在打業餘的時候他是中路耶 對對對 他是中路喔 他那時候中路好像可以 我記得他打到了台服第一 然後中間就轉去AD了 他那時候1617年那個時候 那時候他好像馬爾早他滿猛的 我印象中是很久很久之前 所以他也算是這個版本的受益者啦 他的法師也是可以拿出來的 哎呀什麼都會啊 這瞬間PSG他們的下路中文 還有打野身上都跑出賞金了 甚至凱雲100%的擊殺猜疑 那現在對於Alpha而言 雖然說一開始的對線3Z有被小壓 不過現在的話 最主要的吃兵差是來自於剛剛上半部的一波失利 前面我覺得 對線一定就是有點問題 不可能在納爾一等兩等的時候 你被打到直接剩200兵 那你這個鱷魚選下來就完全沒有任何的價值 因為你選鱷魚本來就是可以打上體系的嘛 但你的線一直被王塔那一罐 那就自然很難Gam到納爾這個點 所以你看威爾哥他只能一直去看中下半 但中下半 第一個是下路是自己二打二就出現了一個更大的問題 那中野碰撞起來的話 這個造型已經無解了 他現在就是這樣直接突進去就好了 這造型好快好快 沒有沒有沒有 這個是不知道怎麼輸你知道嗎 想控誰 直接給到一個救急電話大招給造型 那是通行無阻 Maple這邊是左殺加里歐 然後右邊造型交給你處理 哇 好絕望喔 真的沒法跑耶 被造型的那個W捅到之後 那個E直接在隔牆衝下來 而且這裡感覺威爾哥的超速怪怪的耶 他是閃現W Maple 那也不可能會贏啊 那個傷害根本不夠 哇結果這個中野直接被捅穿 打穿了 這個中野是直接穿的 這不說River的長槍好像是那個魚勾一樣 勾到就走不了了 這個 喔 策劃一波 拉登龍勾短 完了 這個中塔有可能會斷耶 等下希格斯等下PS就會找一波 中下都回線 都回家 然後希格斯去中 丟個技術性爆塔就爆了 然後Maple有TP碼 再順勢帶下 完美 完美營運 完美營運 來到14分鐘了 護甲城也是已經解除 這是320對1280的一個護甲心田X 然後接著的話 前面有小小滾擊一些優勢的維爾哥 目前也沒有用武之地了 整隊的傷害都不夠 坦度也不夠 就是沒有 現在沒有一個是能打的 什麼都不夠 什麼都不夠 這我們剛剛還說 如果15分鐘是平的話 Alpha就差不多了 這已經不是15分鐘是平 那倒數5000 有點恐怖 這個 我覺得在BP位上 兩邊都選出一個 可接受的主題 但在 打陣容的這個 方面呢 真的差的 他也真的差的一點多 那就沒辦法 那就是只能再練練 但我覺得Alpha 他這把進步蠻多的 就是他前面的那個一等套路 是有打出 效果的 有新意 對有新意 那這樣子呢 因為畢竟他這把打的是PS區 他今天如果對到其他的隊伍的話 可能那一波是一個大節奏 我知道 這把一樣不能當參考 不過中路 這Maple又在追著小安打 我覺得這個換血是怎樣 100對0 100對半條 很好耶 Hanabi的怒氣控得很好 然後River 又是直接衝進去 搭配的是救急電話 凱文一個勾 勾到對方的娜蒂魯斯 那這樣的話 娜蒂魯斯成為先行找下的對象 然後小安在後面 蹦蹦跳跳 在完全沒有輸出進場的一個Hanabi 拿下了一個三連翻 然後就來了一個W傘 好秀喔 我想說那個 那麼遠耶 結果他是用W傘補距離 然後再衝上去戳 他太猛了 你看傻了 因為其實以小安剛的位置 是完全沒辦法輸出的 他被Maple點殘之後 希格斯又毫不留情的 在臉上直接丟一個大絕 那他根本就沒有任何的 血量跟操作空間了嘛 那這一波打起來 我覺得Alpha也是沒辦法的辦法 就直接掉在這裡做一個搶開 但光那個造型衝進來 就結束了 傷害完全不成正比 娜爾又是一個漂亮的E-Race 然後後面造型一個 W傘太長了吧 這就是什麼長的好處 就可以捅那麼裡面 太猛了 太神了 他剛剛直接長槍捅到那個小安的屁 就是屁股 屁股 瞬間變一萬塊了 而且這個預示者還可以再拿 這個是可以直接上高地的 怎麼Maple的碟書已經快滿了 這陸陸出疊書是可以的嗎 但接著過來的是小土 兩段式的跳躍 甚至還有閃現的 潮到命中 但CC卻能接滿嗎 3Z給到一個跑丁解牛 不過最後並沒有順利的命中 然後趕來的也是K寶 不過Hanabi 3D怎麼不是直接暈啊 其實有空到欸 然後3D有閃 應該直接暈吧 因為他空到的話 K寶就有機會再過來補CC 啊等啊 Hanabi漂皮啦 但是隊友已經趕過來了 給到一個獵獄炸彈 但這時候的話已經完成了變身 黑寶變成了納爾 但是他不會變大 是趙子龍嗎 又衝進去了 哇 單技 不會死欸 衝進去 來了一個Double Kill 然後接著的話是瞄準他的Triple 隊友沒有機會會是一個Quadra 來了一個Penta嗎 Penta Penta Kill 他比趙子龍還猛欸 趙子龍是常勝將軍 我們River是必勝將軍欸 完全不會輸欸 完全不可能輸欸 完全不可能輸欸 他是千里走單旗 直接把對面給捅翻 然後塔再給炸掉 再炸掉 這個浴室可以再拿 太血腥了 這場化身為常山趙子龍的River 還連龍都有 我們來看一下 這裡Hanabi就調皮了啦 但隊友也是往上游了 那 呃 就可以把他當成太贅了 然後這裡是 一個衝三個人 而且這不需要陸陸 一個就夠了 看K寶是在 空中連續的彈跳 然後接著就是屬於River的時間喔 他是 你看趙子龍是七進七出嘛 他是 進去就沒有再出來過 好像我以前玩一個 這什麼 真 真 真是插國無雙 哈哈哈哈 我騎手我就拿到最中五 你知道嗎 你是不是在攻殺 捅進去就贏耶 直接開扁 這還有浴室者 哇太舒服了吧 而且這個浴室者 我說實在的 他們要直接Endgame都有機會 他們有一個死耶 他們已經1萬2了 才18分鐘的一個時間 那一分鐘已經 1分鐘已經快 快七八百耶 他們那個跳表 這不說你還 我還以為是這個日本的計程車 不要抓Hanabi 他們是找洞打是不是 抓的就是Hanabi 但這裡看到 直接來一個英靈之門 能夠灌死他嗎 看起來是不太夠的 甚至連西格斯一個人的大招 都比對面還痛 接著再一個攻 抓到的是3Z 最後還被Hanabi給拿頭 然後River來了 小安哭了 不要過欄 小安無慘 這裡後面還有一個聖 安安啊 聖下你了聖 跑不掉了 還想跑啊 炸彈來囉 看能拖多久吧 因為對方 你看不到我 你看不到我 啊被看到了 我不殺你 他死了 他用輔弓殺的 太絕望了 這裡感覺要一波耶 娜爾沒TP 那應該是沒辦法 19分鐘一波聽起來 是一件很奇怪的事情 感覺是有機會耶 那個拆塔 超簡單的啊 因為有西格斯 他們還有預示者 還有啊 剛剛第二條吃完還沒放啊 的確是什麼都有的PSG 一人一下塔掉了 高歌猛進 我就問為什麼一個威爾格在分推啊 他偷偷推不說耶 還不想贏就不要贏 這個我們鼻地到底 統到啦要進去嗎 孔道勾到 然後命運呼喚 把人給呼了回來 River 又是踏著加速 直接秒殺小安 小安這場比賽 已經8-1了 1-8-1 玩得真好耶 他先捅了兩下 納蒂魯斯 第三下用閃線補那個 起飛的普攻 小安有閃線都操作不了 而且現在的話 River變大了 又大又長的River 朝著Alpha的深處 繼續的挺進 這個 GG啦 然後上路也在打 不要再打啦 上路單殺啦 這Alpha不是不要G啊 是不要再打啦 最後的話 只有Unify 在點主堡PSG 輕鬆協議的創下了夏季賽的最快遊戲 時間結束紀錄 這一把 我覺得 陣容上兩邊都是有一套主機的 但真的是 在隊伍的配合上 還有執行面上 PSG贏的整個太多了 這場可能要列個分級 應該蠻血腥的 建議是別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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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連分級都別列 太殘了 對於PSG來講 一開始是遇到一點小亂流 但對方設計的好 對 正在波斯真的Alpha 前期的這個設置真的蠻漂亮的 但很可惜後面 幾波的下路策劃跟2對2 其實也有蹲到點位 但真的是Unify 這個希格斯的技術性引爆 不是來拆塔的 是來秀技術的 你知道嗎 他各種救凱文這個點 然後後面的反打凱文的勾 刷那些 他們的CC 尤其是下路那一波 想玩這個陣容的人 真的可以去看一下 他們那一波接的真的 完美無瑕 真的是完美 120分 太猛了 超過100分 現在光那一波 所有的隊伍在打PSG 你都要考慮希格斯跟瑟西是不是能放 那一波真的太猛了 你說他可以預約本週的Top5 可能比較難 但如果你用純對線技術面是很猛的 你說那一波雖然說看起來樸實 但其實藏了很多消息 那一波是真的很厲害 每個細節 其實你可以看到 這兩隻角色其實傷害也不高 以前擠的根本沒補過裝 但他們要在警線的傷害裡面 去擠殺掉一個這麼硬的對手 代表說他要玩得多好 而且重點是自己還不導人 這個是非常非常難得的 對 先不說他的對手有多硬 他的對手在前面的傷害有多高 對 克力斯打還有納蒂 他們自己都是完美的打出了這個零換一 然後後續 當然因為Top5 他比較會多重在於就是 像哈娜1T2那種 那個還好 那個還好 一個同五個五連三 那個就會進去 對 所以我覺得 有的時候這種純對線拼技術的操作 不一定會剪在highlight裡面 但其實仔細去看的話 你會發現非常非常精彩 我們可以榮譽提名一下 榮譽提名 好啦 榮譽提名哈娜1T2 口頭加獎啊 不過我覺得Alpha在這一場比賽 應該說在今天的兩場比賽 是有展現給我們看一些PCS 跟以往比較不一樣的地方 因為我覺得在去年還有今年春季的PCS 其實很少有隊伍願意去嘗試一等套路 但我們看今天的追戰隊 還有Alpha他們都嘗試了一等套路 我覺得這個版本一定 我覺得在任何版本都可以 只是願意願意做 因為一等套路就是雙面刃 但如果你今天陣容 你陣容如果選擇四盒 然後或者是你有足足的把握 你多多嘗試 很容易在一等就拿出一個大雪球 然後打到對方連還擊都不能還擊的 對 之前我們看幾乎只有PSG在做 因為他們比較有本錢做 沒有 可能是他們在世界賽 也被人家做過很多次 是習慣的 學習到 所以我覺得這個Alpha還是可以期待一下 而且我覺得以前面他們 包括昨天啦 就是雖然現在是二連半 但可以看到他們中間的打法上 比春季賽更積極了 他們不會一落後 然後就好像不知道要幹嘛 但他們會一直去找機會打 儘管都沒有成功 但我覺得就是一個場次 而且的確我們在去 今年的春季賽就已經提過了 喇叭教練大概是在比較偏向 季中季末的時候才加入 大概是在季末了啦 對 但加入之後的確就有一個很不錯的騎士 而且你會覺得他們的BP性選出來都是很有主題性 跟喇叭教練選出來有點類似的感覺 沒錯 因為喇叭教練我算是也小認識 就是我喜歡這種有一套自己帶一個體系 或者是你可以培運出一個體系的這種後勤 因為你這樣會變得你的隊伍相對來說會穩定一點 就是你不管怎麼選你都可以選出大概的東西 那你的BP上就不會來的可能這個差異太大 那你對選手也會比較習慣這種打法 對 會整才一句就是你蠻喜歡喇叭教練 還行啊 對 蠻不錯的 跟喇叭教練一樣 那我們來看一下在計分版上面的話 哇 造性捅了最高傷害 他每一波都這樣玩 他到後面就是看到誰就捅 然後也不用錄錄他都能活 那當然就是無解啊 你知道他是槍頭和槍尾都用傷 槍頭捅一個 槍尾也捅一個 他這個不用槍頭都能捅死人 太痛了 都被掛穿了 然後在經濟上面的話 雖然一開始有一個小小凸起 不過最後的話 還是PSG一貫的獲勝模式 但我覺得Alpha對於這場比賽的話 一開始也有提到 就是這個希望不會打擊到他們的信心 因為參考價值就沒有那麼高 我覺得他們 你說打擊信心嗎 我覺得還好啊 你打PSG一等套路成功 哇 我們看好的地方 不要看輸的地方啊 是這樣嗎 那他們就繼續培育一等套路啊 你可以就選一個布朗姆啊 有沒有 你選一個布朗姆 你一等怎麼輸 然後就去強化你一等套路之後 所延伸下來的陣容 那就是一個贏遊戲的方程式啊 你說他們也練一個槍頭 然後把它磨到最低 那個一等套路 每次必贏 你可以有一個想法 因為我感覺三立目前只能扛 對線只能扛 那你就是去加強你下路線 可能進點跟換區之後 最大化的效益嘛 那變相的你上路扛好 讓下路Carry 或讓中路Carry 就是一個可以贏遊戲的方式 然後MVP的話 應該也沒有太大的懸念 交到了LIVA的身上 如果以這個當場的比賽來看 絕對是他啦 但我私心會給到UNIFY啊 UNIFY那個好猛喔 他是目前我看過 玩希格斯 最限不是來刷冰的 他是來迎線的 最強的炸彈 大部分的希格斯 都是就是丟丟 我跟你互農啊 農到後面我丟爆你這樣 但他是從一等就開始做事情 我知道他不是炸彈 他是核彈 他很猛 核彈魔 就是我覺得剛剛的希格斯 目前我看的 包括其他聯賽的希格斯下路線 都不見得有凱文 還有UNIFY玩的還要好 真的 世界頂級 不好說 目前看下也是 之後再說嗎 不要說的那麼快 吹人這樣 那我們就先稍微休息一下 馬上回來就是第三場比賽囉